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名叫景琪,姓王 我是荷兰村卫理工会的新任牧师 我很开心能今天跟你分享 特别是明天是中秋节 那中秋节夜晚,月亮是最亮最圆的 那我们华人传统的习惯是在这一天和家人和朋友 一起来享乐 喝茶 吃月饼团圆 小朋友也很喜欢在这个节日提灯笼 中秋节的确是一个很温馨团圆的节日 可是在这个疫情下,我们不能面对面的团圆 我们要通过视频来跟我们的朋友和家人联系 但我们都知道这不一样 面对面的团圆还是最理想的 不论视频多好 面对面的团圆还是最亲切的 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一样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 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式 接着先知 在这末后的日子 却接着他的儿子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上帝 并不要从远距离地跟我们交流 他要跟我们亲密 面对面地跟我们说话 那我听过一个故事 曾有一个人 他的家要被淹没了 政府下令疏散 但他不肯离开 他说他要祷告 因为上帝会救他 他的邻居都要逃跑了 叫他一起来 他不肯 他说他要祷告 因为上帝会救他 那邻居不能等 就走了 洪水一直的上升 他就爬到屋顶上 那有一个救生艇 刚好经过 救生艇里的人 叫他一起上船 他不肯 他说上帝会救他 那救生艇不能等 就走了 情况越来越糟 那人跪在他的屋顶上 很诚恳地祷告 突然间 从天上 有一个大声 大的声音 叫他 是一个直升机在飞过 直升机上有一根绳子 挂着让他爬 那人反而叫那个直升机走开 因为他说 直升机在挡上帝的拯救之手 他说上帝会救他 那直升机不能等 就走了 那洪水不断地上升 并把那人冲走 那人到了天堂 他很生气 他问上帝 为什么没有去救他 他祷告了又祷告 为什么上帝没有来救他 上帝看着这个人 更生气 问这个人 为什么你怎么笨 其实 这个故事描述了这点 上帝通过不同的方式 跟我们说话 但时常不按照我们 想要的方式 可是 这不代表 上帝没有跟我们说话 经文告诉我们 上帝通过种种的方式 要跟我们说话 但我们不听 他通过先知 要跟我们说话 我们也不听 他接着他的儿子 向我们说话 但我们还是不听 反而 人将他的儿子 钉死在十字架上 可是上帝因为他爱我们 通过牺牲自己的儿子 显示了他的爱 上帝对我们的爱 是远远的超过 我们对亲人的爱 那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三个方面的信息 第一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 对我们说话的上帝 弟兄姐妹 我们可能常常以为 上帝是一个遥远的上帝 可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自古以来 上帝一直在跟我们说话 他不是一个远离我们的上帝 一个不照顾我们的上帝 他一直要跟我们说话 他想尽办法跟我们说话 那我有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他是一个儿子 那时常我们 大人在讲话的时候 他会打擦我们 要告诉我们东西 那如果我们大人不回应他 他会重复的讲 讲了又讲 他每次讲越讲越大声 直到我们停下来 听他说话 可是我们的上帝不像这样 他不以一个三岁的孩子 说话的方式 来引起我们的注意 他乃是像一个父亲 用种种种的方法 想尽办法 叫他的孩子听话 可是常常我们 是就是不听话的孩子 因为可能我们周围有太多杂音 打擦我们 因此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 仍然上帝一直在跟我们说话 他通过圣经 通过他的话语 通过我们周围的人 跟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必须专心的听他的声音 因为他爱我们 他一直跟我们说话 第二 上帝渴望和我们团圆 那为什么上帝要跟我们说话呢 因为他要我们亲近他 他要我们跟随他 明晚当我们看月亮 又圆又亮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一想 谁创造了这个宇宙 让我们可以赏月 让我们可以品尝月饼的甜美 让我们可以享受家人和朋友的团体 这都是象征我们上帝所渴望和我们的团圆 最后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听我们祷告的上帝 他不单要跟我们说话 他也不强求我们和他团圆 他是一个听我们祷告的上帝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这样说 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祈祷 祈求 他必听我们 因此我们不用害怕跟他说话 我们不用害怕跟他祷告 因为他听我们 他会听我们的祈求 他也会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帮我们 几年前 我跟我太太在旅游的时候 有一个经历 那时候我的儿子还差不多六个月大 在我们旅游的第一天 我们的租车被破坏了 东西也都被偷走了 最糟的是 我的儿子的安全椅 都是玻璃碎片 那那里的保安员叫我们报警之后 要即刻把车开走 怎么办 我们一时不知所措 当我太太跟我在祷告的时候 有一个家庭 我有四个小孩子走过 他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事 那位父亲并提出送我们回酒店 他还给我他的驾驶执照 证明他没有其他的企图 他就把我的太太和儿子送回了酒店 然后我还要驾那被砸烂的车 自己回酒店 弟兄姐妹 上帝一直在跟我们说话 他也一直渴望和我们还原 他也一直在听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遥远的上帝 他是一个关心我们 爱戴我们 帮助我们的上帝 如果今天你感觉上帝在跟你说话 可能你一向来都没有回应他 我要邀请你今天 简简单单的回应他 就像跟一个朋友说话一样 恳求他做你的主 可能你也是有在想 为什么上帝没有跟你说话 可能这是一个机会 给你撇开周围的杂生 当我们在庆祝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撇开周围的杂生 读他的话语 听他的话 让他的话来帮助我们 来引导我们 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 你可以联络我们的灵精法 弟兄 他可以帮助你 弟兄姐妹 明天当我们看着月亮的时候 让我们记得是我们的上帝 所创造的宇宙 而且他一直在跟我们说话 他也渴望跟我们团圆 他也会听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现在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恩惠 当我们在庆祝这中秋节的时候 帮助我们知道 你一直在跟我们说话 你很爱我们 接着你的儿子 向我们说话 帮助我们信靠你 因为你是一个听我们祷告 一直听我们祷告的上帝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圣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 神祝福你